尚愛無限 魚肉鄉民 我是小蘭 我是雷娟 沒錯 今天呢 我覺得要做一件 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什麼事情 這個聖誕節濃濃的氛圍當中 我們要來傳遞愛心 送愛心給誰 來 就是我們今天來到這個 台北市基督教立友中心 這邊的社工呢 有分很多不同的類型 我們先來問一下 都島總共有分成哪幾類 主要應該會分成兩大類 然後第一區 第一種是社區立房的 另外一種就是保護性的格射工 不知道你有打疫苗嗎 明天 可以講嗎 什麼 怎麼樣 疫苗主要就是預防嘛 那所以立有很大一塊 就是做社區型的預防 所以我們就成立了兩個 一個就是 如果需要的話 是要自己申報嗎 還是說你們會去找到他們 社區型的預防的工作 我們可能會在房間服務的 據點裡面去尋找 可能真的需要幫助的補充 那保護性的根本很多 然後就有社會群 或者是他他會做專擠 像我其實自己在網路上 有時候也會有很多 就是我的歌迷啊 粉絲 他們都會跟我說 在學校被欺負 或是 其實我真的 回答了至少上百個 如果面對這樣的 來信的粉絲 我們應該有什麼 角度跟立場去回覆他們 他們才會覺得 我有受到安慰 之類的 同理他 對 因為我曾經有福貴的家庭 那就是 媽媽是一個 單親 是嗎 那 他因為 意外 所以他成了生性障礙者 因為上次的工作能力 所以就是 也有 經濟壓力的關係 所以媽媽還滿足不整 那 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其實 孩子跟媽媽在家裡面的 親子關係不是很好 再加上孩子 而且他在社交能力上 也是有一些 需要被幫助的地方 所以 孩子把自己封閉起來 每天都把自己 還在房間裡面 老師跟同學都說 這個小孩就是 呃 他就是中錯 他就是 網路成癮 但是 當我就是去 服務這個孩子的時候 我發現 其實他不是 他不是 網路成癮 他只是想要 尋找 可以給他支持的人 因為對他來說 他的社交已經 已經 跨不出去了 那 他家裡面 也沒有一個穩定的支持 那 他其實是 想要在網路上面尋找 他自己心裡的那一塊支持 對 所以我覺得 當我在服務的時候 我就發現 欸 其實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人 就是 他們是需要被禮節 然後 被關懷 被陪伴 我必須要讓 他們知道說 我當包子啊 你覺得 應該就覺得 我覺得 就是 要讓他們知道說 其實 這個世界雖然不是很友善 但是 至少是 其實還是有人關心他們 有人想要在乎他們 我剛剛為什麼會這麼感動的原因 是因為 我以前也是被霸凌的人 然後 其實被霸凌的時候 真的 像學校的老師啊 或者是學生 往往都只會看到你的結果 而否定你說 那你就是因為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 那 我覺得他們厲害的點是因為 他們會想要去找說 我被霸凌的理由在哪邊 其實大家都是需要被發現那個 癥結點跟脆弱的地方 其實因為社工真的 平常為大家付出真的很多 我們剛剛聽完故事 我決定我得要捐兩萬塊 好感恩喔 我剛剛哭成這樣 我不捐 我也會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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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我只會 ��時 得來 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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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 疯一 谢谢大家